传奇中国节农农客乡情 那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是南方古代汉族移民群体 因以客居身份从中原移民到南方 所以又被称为客家人 广东东莞市清溪镇 就是典型的岭南客家古镇 早在800多年前 中原客家人就在此落脚繁衍生息 而客家山歌和麒麟舞 这两项客家优秀民间艺术 也是随着客家人从中原被带到了清溪 得以在南岳大地上生根发芽 并传承发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客家人 怎么过端午节 每逢端午节 清溪客家人都会用 唱山歌舞麒麟的传统方式予以纪念 这不 今天清溪客家人 又聚集在镇中心的清溪文化公园 以唱山歌和麒麟舞的独特方式 来缅怀贤臣 祈福求祥 客家山歌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保留了中原地区的古音古韵 充满诗意 现在清溪客家人歌唱的山歌 是最近几年创作的 又称为新客家山歌 主要歌唱改革开放 歌唱家乡变化 同样被当地客家居民所喜爱 端午节 我们清溪客家人就叫做午夜节 在这个节日里 我们唱山歌舞麒麟 挂二叶 果种子 用这些方式来纪念这个节日 体现了崇文尚武 爱国爱乡 推特尽情的客家人真贤 在清溪这座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镇里 客家人勇于开拓 团结进取 劳作之余 他们喜欢在传统佳节 以唱客家山歌 舞麒麟等形式 纪念屈原等爱国先贤 表达客家人浓浓的家国情怀 麒麟是传说中充满正气 民间寓意天平和长寿的神兽 是客家人膜拜的吉祥图腾 有客家人的地方必有麒麟舞 麒麟舞是东莞清溪的传统文化活动 是地方文化最精彩 最有气氛的一种民间艺术 端午节 清溪人舞麒麟杨正气 并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如今 勤劳善良的清溪客家居民 家家户户都保留着 更独传家的传统 团结进取 生活富足 恶爆装 我们下期则初期则 我们下期则初期则不过